不過我們來看到現在卻傳出了這麼一份報告說 公共推銷基金 那麼美國現在呢 其實包括這個公共推銷基金在內 總共七十四個機構 陳彥珍很難想像 他們像中國跟香港的企業 竟然投資的這個金額 超過了兩兆台幣 而且有些資金跟敏感的技術有關 這會不會變成說 我美國現在要制裁大陸 那這變成是一個很嚴重的破口 拜登如果會講台語的話 他應該會 他明明很認真跟商務部 他們一直在擴大實體清單裡面的 這些公司一一的把它列出來 而且之前我記得從川普開始 一直到拜登接棒 不是都已經嚴格去限制 相關美國的資金去投資 一些敏感的企業嗎 結果沒想到這份報告 未來聯盟的報告裡面74個 74個 那我就在想說 因為我有看它的細節 因為74個 一般來我可能覺得是一些 小的一些基金什麼 不是 有退休金 還有校產的那種 特別的基金有沒有 然後還有基金會的錢 那怎麼會這樣 然後投資了700億 700億美元 兩兆多台幣 但是更重要的是投資 你說阿里巴巴 騰訊 然後Tito 字節跳動 反正就是我反對 我覺得敏感的 他都去投資 然後路透這裡 特別談到一個事情 因為你說這幾個 他可能覺得說 反正這些大公司 我們那時候篩選的方式 我們以前就開始投了 諸如此類他們有解釋 可是路透講的這個 我覺得又更詭異了 為什麼 因為中芯是實體金單裡面的一員 對不對 所以你要出口 什麼硬體設備給中芯是不行的 但是有一家叫燦芯 這個燦芯 中芯是燦芯的第二大股東 中芯是燦芯的第二大股東 OK 然後中芯有出貨給燦芯 中芯沒有被制裁 中芯被制裁可是燦芯沒有 可是這兩個就有關係 對 它是它的股東 你如果一般來講 我們叫什麼 你在寫財報的時候 你要關西人交易 這些都要註記對不對 好 更有趣的事情是 中芯買不到美國的軟體 燦芯可以 燦芯買到意思就是中芯 給它用就好了 而且他還有兩個資金 在支持他 其中就我所知 是富國銀行的資金 還有一個是一個基督教大學 那個可能我們就 他的身分就可能比較小 但是更有趣的事情是 燦芯的晶片設計是出售給誰 上海私南衛星導航公司 這個公司是幹嘛 海軍跟 他在為海軍戰略支援 衛星導航系統 有沒有跟軍方有關 可是當時的實體經濟單裡面 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不能提供軍事用途 之前聯盟隊也是跟這個 這個回答說 你要給這個中國的晶片 只能用在商用 結果這個 燦芯不是就是軍用嗎 軍用 對 所以你看路透有沒有點出來 所以中國的科技股 靠美國的資金養大的 所以我不理解 你拜登到底在幹嘛 你要制裁他 可是實際上 你底下的人都私底下 我覺得應該算光明正大 因為路透都查得到 對不對 而且更讓大家沒有想到的是 制裁的結果 應該這個半導體 因為半導體其實範圍 還是很廣 不肯晶片 包括記憶體也是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這個藏心存儲 在舊金山 IEEE國際電子元件聯會 發表了一篇論文 發表這個論文是什麼 GAA架構 我們別忘了 這個GAA架構 是三星已經先用了 台積電說 他等進入2奈米的時候 他才會來採用 對吧 好 現在藏心存儲 他提出了這樣的一個 論文的一個報告 告訴大家來發表這個技術 代表什麼意思 我寫了這篇論文 我告訴你這個技術 我可以掌握 我可以 所以藏心存儲 他們也有這個GAA的技術 再包括他最新的 這個記憶體的一個 進展的一個發展 我們發現只落後 這個韓國兩年 那結果變成 美國怎麼去壓制 結果他發展得越好 所以你看 現在雷蒙多說 因為華為晶片的進展 突破他們也嚇一跳 7奈米對不對 對 而且這7奈米是中芯 當然他說 這個要想辦法採取 更強烈的行動 盡可能強烈的行動 如果他在看我們今天這一集 他想一想發現 要更強烈 不只華為 還包括這個燦芯 包括藏心存儲 當然另外一個我覺得還是 我們還是可以去看 就是整個科技產業的發展 其實很多是騙錢的 因為你看很多都倒了 注銷 吊銷 然後31家的晶片企業消失 所以有好也有壞 但是整體來看企業的發展 我們看一下 現階段的狀況是不是很好 因為我們以惠玉 他對接下來 中國經濟的態度來講 他認為明年的成長還是放緩 從5.3降到4.6 是持中性的態度 但是可能不會保五 會放緩到4.6 對 這當中其實重點 還是在房地產 雖然說目前 他們對於房地產放緩 各方面的限制 希望能夠放緩 但是我們還是有看到 房企的風險 這其中一個最指標性的是 碧桂園 楊慧妍他們最近有一個 很重要的宣布 就是能不支出 盡量不支出 然後主管沒有配車了 你要用車 你自己開你自己的車 你要出差 盡量不要抱支出 更重要的是減薪 而且齊頭式的減 減成多少 一個月1萬塊人民幣 就一年12萬 如果不是因為他減薪 我才不知道他的薪水那麼高 因為他本來是千萬 這麼一減 他減了96% 但是原來你領那麼多錢 把公司搞成這樣 你好意思 現階段不只這樣 包括原本大家不是說 限制房價嗎 現在官方的說法是說 這是一個正常的市場行為 有什麼關係 然後我們又發現 很多人要去坐網約車 結果坐網約車他發現說 我要去跑 就是我們所謂的Uber對不對 我賺不到錢 我要背貸款 然後現在連網友都說 日子過得很苦 我要存錢 我只能做一些假裝存錢法 假裝我懷孕了 我要養小孩 我要買孕婦裝 我要買嬰兒食品 我要把錢存起來 去買那些東西 最後我也沒有小孩 我也沒有懷孕 我就存到錢了 都是假裝 所以你會發現 經濟狀況 其實還是相對辛苦 雖然說今天的發展 好像有一些突破 但是整體的經濟氛圍 其實還是有一些下行的狀態 好 剛剛陳言斗 現在我們看到是在中國大陸 現在這個經濟下行的情況 目前來看還是非常的顯著 不過剛剛我們有聊到 減碳是全球的趨勢 但你相信嗎 這個牛汁也是減碳的關鍵 要呈現到我們看 對牛彈琴其實也可以減碳 對 你是牛嗎 我彈琴給你聽 以前我們都說不要對牛彈琴 意思是說跟他講什麼都沒有用 可是最驚人的一個 為了減碳一定要對牛彈琴 驚人的一個事實 這是日本一個牧場叫Green Farm 他有一百頭的奶牛 就我們叫乳牛 然後他每天早上到晚上 整天都給他聽莫查特 那個是貝多芬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也分不太清楚 然後他說這些乳牛 聽完這些音樂以後 看起來很舒服 然後產出的牛奶 特別甘甜醇厚 你怎麼評斷 很簡單 牛乳的止含量 你知道嗎 一般大概只有3點多 但是他可以到4.15 所以代表他聽完 莫查特的音樂以後 整個牛汁 他的心情跟狀態更為放鬆 所以他的乳汁的狀態就更好 脂肪的含量就更高 然後當然脂肪含量高 你喝起來的這個就更好 所以以後不要再說 不要對牛彈琴 麻煩你彈琴給我聽 但重點是什麼 要鼓點音樂 那不只這樣 還有一個新的發展是什麼 在土耳其 因為他們的空間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讓牛隻出去跑 可是你要知道牛如果沒有 都沒有出去跑 是不是會抑鬱 就是你一直 還是要給他們一些空間 對 要空間 怎麼給他空間 他竟然給他戴 3 就是AR VR的眼鏡 然後我 真的可以這樣玩 他就給他戴上去 他就覺得外面的草原 好寬廣 不以為自己真的機身草原 然後他整個心情就放鬆 結果他說 乳牛的產量 從22公升 增加到21公升 你們到底在幹嘛 又給他戴VR 又給他聽古典音樂 那不是更厲害了嗎 而且真的 你看鹿兒島 你有吃過日本和牛 入口即化對不對 而且有日本和牛的餐點 都特別的貴 他就給他聽爵士樂 然後他說牛 睡眠的時間增加以後 那個肉質就更暖嫩 然後你在大豆 玉米 蒸熟的熟飾料以後 真的是入口即化 所以三個入口 又聽古典音樂 又聽這個 又戴眼鏡 真的看起來不得了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其實都跟減碳很有作用 對 因為實際上 牛的打嗝跟放屁 牠排氣或是打嗝 都會製造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可是我們又不能塞住 讓牠不放屁對不對 溫室 你看 佔15%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可是所以如果我要增加 牛乳的產量 或者是牛肉的產量 我是不是要增加牛脂的飼養 可是透過我們剛才講 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是不是我不用再額外增加 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可是我一樣可以達到這個成果 當然如果真的是 我們要講說碳中和的 趨勢的話 當然最好的情況 我們對於想要吃肉的人 或是每天我們都要吃蛋 有沒有可以有 植物性的取代方式 所以現在食物減碳 已經變成有那種趨勢了 除了牛肉 蛋也是 你看這個圖片 這是蛋 你相信嗎 好像沒有什麼異常對不對 對 它是蛋 因為過去我們所謂的 這種所謂植物性的這些 肉或蛋 其實我們一看就知道 那個是素食 可是這個很厲害 這個不是蛋嗎 完全不是真的蛋 這不是真的蛋 這個是一個名廚叫簡天才 它打造的一個無肉的菜單 這個是用什麼做的 大型的藻類纖維 跟藻類的蛋白 專利的菌種 口感據說吃起來也跟蛋非常的像 就不只長得像 當然裡面沒有真的蛋黃 沒有真的蛋的蛋白 但吃起來會感覺像在吃真的蛋 口感各方面 當然它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因為現在 素食人口的增加 它不是真的因為它的信仰或是幹嘛 它也是希望說 不要就是為了地球的環境 貢獻一份心力 所以大家可以吃素 類似這樣的素食者越來越多 但是它還是希望能夠吃到蛋 或是肉類的口感 所以這樣的一個需求開始產生 另外一個你注意看 現在有所謂的素肉 可是現在的素肉跟以前的素肉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以前的那個素肉一看就不是肉 你看就知道就不是肉 而且味道也不對 但是現在的素肉 以前的傳統就是麵粉 豆子對不對 香菇 所以以前的素肉就是有香菇味 就不對 可是現在的植物肉不是 為什麼 它的口感 營養成分 它已經做到接近真正的肉 吃起來口感跟過去大不相同 對 所以未來的植物肉 基本上會不會有碳權 第一個 因為我沒有養牛 它也可以賣碳權 我沒有養牛 牛打嗝也好 放屁也好 基本上都是在增加碳的排放量 可是你現在吃的植物肉 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各位特別注意 你看這個紅洋食品 它就是生產植物肉的製造商 然後你看成長的速度這麼快 那降低的碳足跡 然後對未來的趨勢來講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示範作用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的是 靠著投資高股息的ETF 竟然有人除了投資之外 還可以額外用來買房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